慈禧這些年來 為我們這個社會做的不夠多嗎 為什麼他會被叫財團呢 台灣這個社會還有沒有良知呢 止不住淚水 淚珠一顆顆滑下 施照會法師為了不讓慈禧內湖開發案 被抹黑出家人話說的很重 端出三個必報來回籍 沒想到柯P爺有備而來 我好像從頭到尾是講的一句說 奇怪耶 三個字就要變成什麼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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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善惡有罷我搞不清楚 我想太 反應太過度了啦 兩次發言都是飄一句 對慈禧不利的話 慈禧已經被打趴在地上 還被人家在踹腳 不凡柯文哲上任三個月 華仲取寵軟土深絕 對慈禧點名兩次 施照會臉書說 有種就用這套一再羞辱慈禧的狂言 拿來羞辱IS吧 有一天如果發生IS 這個台灣是不能承擔的 佛教徒比較善良 你怎麼罵他都忍辱吞聲 那你不要惹到那些激進分子 要放棄 執著 於某一件事或某一塊地 這樣的想法 並不是非我不可 或者是 並不是一定要我 才能夠達成這樣的志業 施照會又批科批 只有連縣市報都端出來 要立抗網軍 甚至於連網軍我都很同情 因為他們也是被洗腦到 被慈禧充滿的仇恨 發射善念會讓身體好 惡念邪念會讓身體不好 這是醫學常識吧 不管是金剛經 或者其他 包括慈禧上 人自己曾經提過的話 就是我們當面對別人 冤屈我們 或是說即便別人是惡意攻擊我們 在佛家的角度裡面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業力的承受 在一些情緒上的一些 一些攻擊或是發洩 那這個反而是 對我們社會不好 學者一一回集敢說要敢當 原來是招惠和陣營法師師叔同盟 都是應順法師徒弟 輔大教授周衛航也在臉書 人渣文本開砲 招惠法師碰到慈禧 瞬間變成上人鐵位隊 還用英文標章話 誰管理的毛坦工廠 我相信是因為這樣子 有點把小提大作的態度 反而引起大家的不滿 那如果招惠法師能夠 站在一個比較客觀 或是比較寬容的態度 來看這個問題 我想實際上問題 也不會變得這麼樣的複雜 做任何的生產或是操作 是不適宜的 內湖很多的軍民也贊同慈禧 但是你們不要以為 正眼法師木頭跟石頭沒有感覺 他只是不捨眾生的心 讓他願意再走下去 越湊越勇 施照會更不忘每日一爆 點名打擊慈禧內湖保護區的 就是環境律師詹順貴 和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本全 更讓學者看不下去 謊言滿天飛 我今天還看到 寫著慈禧打算蓋石城大樓 我再查了一遍 你們真的有說過 你們要蓋石城大樓嗎 提出了一些污蔑跟詆毀 我覺得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不滿學者反擊 施照會更再度提出 慈禧是受害人 應該向市府提國賠 看來內湖開發案的論戰 恐怕還要繼續延燒 多分殘營新聞 綜合報導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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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